MING PAO! Let's travel! Hello everyone! We are now at the home of the Horseshoe Clam, located at Kohu Township in Yulin. 是的,我們現在呢就是在 雲林縣的 Kohu鄉馬蹄閣主題館 那這個馬蹄閣跟蛤蜊之間 到底差在哪裡? 看起來好像很像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來 拜訪專家我們曾介蟲老闆 Let's put them side by sid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是,我相信老闆一定會 做出這個比較出來 讓我們可以詳細的知道說 馬蹄閣跟蛤蜊之間 到底差別在哪邊 那我們就一起去找曾老闆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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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現在呢在 萱萱還有桑爵中間的 這一位就是曾介蟲老闆 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 好 桑爵還有先生先生 好 老闆我們很好奇 就是我們想了解一下 馬蹄閣跟蛤蜊之間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是是是好 那你們靠近一點 我幫你們介紹一下 OK 其實馬蹄閣跟蛤蜊 外表看起來好像很相像 它其實不一樣 你可以用眼睛去看 感覺它的體型比較瘦大 用手去摸 它有紋路 這個是馬蹄閣 這個是馬蹄閣 對 稠稠 它有紋路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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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真的稠稠 對有時候它會噴口水 噴口水 這靜止狀態的話 受到靜下的話 它就會噴口水 旁邊這個是紋格 那紋格 你看起來也是 跟那梯子都一個樣 但是你用手去摸起來的話 就不一樣 它比較光滑 而且體型的話 感覺上比較小 真的摸起來滑滑的 滑滑的比較光滑 所以它辨識其實 不能光是用大小對不對 對對 不能光是用大小 就看紋路啦 還有裡面的肉的結構也不一樣 肉的結構也不一樣 是啊 都是你們要更加詳細的了解 馬蹄閣的生長周期 跟體型的變化 我就幫你們去更加詳細的介紹一下 好不好 跟著曾老闆的腳步 我們來到了馬蹄閣主題館的主館門口 看到了一排不同大小的蚵仔還有蚵仔 還有像我愛吃的生蠔的殼 我們現在要請老闆來介紹一下 到底他們之間的差別在哪 那上次還有先生 我幫你們介紹一下 其實馬蹄閣 它的鞋名叫 紅素咸 紅素咸 拉 拉的一塊 它生長在紅樹林底下 跟一般的文革的話不一樣 體型看起來就差很多 體型啦 色澤啦 文物啦 其實目前台灣的話 有兩種咸 一種叫 紅素咸 紅素咸 我是救它的形狀很像馬蹄 我把它命名叫馬蹄閣 其實台灣還有另外一種形狀 這種是淡水的 小小的 這種叫和弦 不過它也有一個商業名稱 是什麼 一般的商人的話 以它的外表很像黃金色 所以它也有一個商業名稱叫黃金型 黃金型就是這個 這種的話 是我救它的形狀 站立起來很像馬蹄 所以我把它命名叫馬蹄閣 這個就是馬蹄閣的由來 它大小差蠻多的 對 差很多 這個是民國在88年的時候 我在銀嘉蘭 那個 紅樹林底下 發現到它 不小心在採 就跟你們 跟親戚朋友去玩的話 在紅樹林底下 不小心採到 然後發現到它 然後把它引進來 移溫養殖 然後整個養殖的過程很順遂 感覺到 活存率很高 長的速度也很快 裡面肉也很瘦大 所以我把它進行人工呼化 超厲害 對 前前後大概 經過三年 失敗的經驗 所以慢慢再呼化成功 成功了以後 就把它命名叫馬蹄閣 這個就是馬蹄閣的由來 原來的意思 請問一下老闆 這個馬蹄閣 大概要幾年 才可以長得這麼大 像這個那麼大 從五 從相看兩不厭 從五到有 從受精人 從腫療 到這麼大 一顆養殖的話 一路順遂 沒有什麼生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病變 環境變化 還有台風地震 大概要六七年 哇 這麼久 對啊 兩千 就像這個 對啊 要兩千多個日子 兩千多個日子 像這樣 長大了以後 然後進行人工呼化 然後變成腫癢 腫癢 跟芝麻綠豆大 才慢慢癢癢 癢到那麼大 大概要六七年 從芝麻綠豆大 然後要到這麼大的一個大小 六七年 哇 六十一年 很辛苦 天啊 你應該不是只有靠馬蹄葛 那當然 我會挑配 像早期的話 就是以馬蹄葛為主 整個宜溫的話 比如說兩公頃的話 兩公頃一個宜溫 對不對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養成馬蹄葛 像現在的話 因為溫格 價錢很好 養殖的環境也不錯 所以我現在都是 以一個宜溫兩公頃 現在百分之九十都是文革 那百分之十的話 這養殖 在宜溫的旁邊啊 周圍啊 這養殖馬蹄葛 還有我們的單科生蠔 單科生蠔 對對對 目前的養殖環境是這樣 這個是目前我的經濟來源 經濟來源 只要維持經濟來源 那馬蹄葛其實有部分都是 著重在教育這個部分 是是是 然後 為什麼要養殖馬蹄葛呢 趙希 我因為在養殖馬蹄葛的過程 我 我要送去檢驗 那跟一般啊 一般 像我們一般的話 蛤蟆都沒有 沒有在做蛤蟆給我 就只有鹹 才有做鹹精 所以它裡面的營養成分 跟溫格一樣 不一樣 溫格的話 就一般的蛋白質 馬蹄葛因為它是鹹的一種 所以它裡面的 有鋁氨基酸啊 牛黃酸啊 有機心啊 當然內容 內容的含量 很豐富 所以它自己有獨特的 養殖價值 所以我們台灣叫什麼 蒙拉 鹹西瓜 吃辣 連辣 鋁氨基瓜 等等的一些 相從下來的一些鵝魚 當然是真的啦 是 鹹拉是因為它裡面的 營養成分不一樣 很貴氣 嗯 那老闆 我有注意到這裡 有很多這種 備類的裝置藝術 這些都是誰做的啊 那這個當然都是我 我做的啦 跟我們的福酒啦 還有跟我們的 那個 文格啦 馬蹄格啦 還有牡荔 等等的葛備藝術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很 看起來就很獨特的畫面 對啊 老闆應該算是 早期的鞋鋼青年啦 對啊 早期我們 文青啊 真的喔 一般的話 一般的普羅大眾 都認為我們養殖業很辛苦 其實養殖也可以很休閒 也可以很文創 文青 對啊 那在裡面喔 應該會有更多更精彩的 一些 就老闆的創作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好啊 我們裡面去 訪談過程中 老闆告訴我們 他的裝置藝術作品當中 大半的素材其實都是 從別的地方飄來的一樣東西 要我們仔細觀察 他說桌子的底座 燈罩 或是樹上的裝飾品 很多都是這樣的東西做出來的 在我猜不出來的時候 看到桌上一個很像蒜面師的 水晶球的圓形物 哇 這個好酷喔 哇 它看起來很像水晶球耶 對啊 看起來真的很像 可是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請問一下老闆 老闆 這個有什麼樣的用品 這個是早期喔 早期的定制漁網 早期的虎酒 早期這種虎酒的話 在海面上飄著 讓一般的移民的話 譬如說這邊我下什麼 網要補撈什麼東西的話 它有一個目標啦 這個是早期的虎酒 是喔 早期的虎酒 超像水晶球 對啊 都是用玻璃做的 是 很奇特啦 像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都是用塑膠的 喔 大量的都用塑膠 不然這個比較浪漫 在外海的話跟船 船往下船 靠近這個水晶球 要去抓魚的時候 會碰撞 會破掉 所以現在慢慢的 把改成塑膠的 才比較不會破 老闆蠻好奇就是說 為什麼會撿到這麼多 像這種浮球啊 這個是每逢 早期的話 一二十年前的話 有颱風啦 或者是 刮風下大雨 就會有這種東西出現 這個是早期的移民 還有大陸啦 還有一些沿洋遺傳啊 都會有的東西啊 那颱風地震的話 颱風呢 都會漂流在海上 然後就會漂到 漂到那個海岸上來 然後我 我颱風過後 我都會在外面去搜刮 都特別把它收集起來 對 這個大概撿了二十年 再撿這幾顆而已 是喔 那兩個很少啦 現在大部分都是塑膠的 那撿的過程 那撿的頭髮應該覺得 啊 這頭髮到底是在做什麼 對啊 有的也說怎麼撿頭 因為有的話 在一邊 有的在海岸線的話 也會丟寶特瓶給我 他以為我在撿寶特瓶 他也會丟給我 太有趣了 是喔 真撿的 小孩的時候 也是常常堵到這種 早期的話比較多 現在比較少 我常常在電視節目 看到這種東西 尤其是在英國 美國那種電視節目 在拍攝他們遺春的話 遺春的景觀 就會有這種東西 不過他們都 大部分都 加個網 加個遺網 把它包包起來 才不會破碎 不錯耶 這個二十幾年收集下來 然後現在又在這個園區做了 整個都 整個都 做一個大改造 對 那個漁業的改變 漁業捕捞漁業的改變 讓它有一個階段性 讓大家來瞭解一下 讚讚讚 老闆將這個 Future變成藝術品 相當的用 創意 對啊 不只創意 用心 那馬提格該不會也可以做成藝術品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產業的話要走向國際的話 馬提格 一定要把它逮入到文創 其實那個架上就很多耶 對 這個就是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用吃完的馬提格有沒有 像這個大眼花 很漂亮 很精緻 對啊 這個大概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我就用幾顆 五顆 五顆吃完的馬提格 就變成這麼漂亮 你看 像現在的話 像我們的安親班的幼兒園 一些勞作品 我一年賣了好幾萬個 真的喔 這不錯 這感覺有招財的那種效果 對啊 加錢 很多啦 對啊 彩繪啊 這個大象啊 可愛喔 這個也是那種 對啊 胡酒啊 塑膠的胡酒啊 塑膠的胡酒啊 我們直接有馬提格 然後加上一些彩繪 加上我個人的一些巧思 那就滿漂亮的 哇 這個是燒雞蕾嗎 對啊 這個燒雞蕾啊 然後馬提格啊 還有文格啊 環文格啊 這樣做出一隻貓頭鷹對不對 對啊 像所有的格把它 直接有胡酒 假設變成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叫貓頭鷹啊 嗯 其實這很有立體感耶 就是那種 一層一層這樣子 整個貝類啊 整個台灣的貝類 就一一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像這種的就是馬提格 對 馬提格啊 很有重量耶 這個是它的原裝 喔 像這樣 這個是殘杯 殘杯啊 殘杯 很多早期 早期我們的水溝啦 池塘啊 好難想像我們沒有這種童年 這個就是我們有一個很不富裕的童年 這種東西的話肉拍夾嘛 真的有肉拍夾嗎 裡面的肉就跟塑膠一樣 跟輪胎一樣 喔 很坤啊 這炸雞喔 很坤人在吃的 這樣喔 家庭比較辛苦 哇 我們要吃這個 我們把它結合文創 嗯 讓它鏟子 就倍增了 沒有人要來的 但是我穿上衣服一樣 每一顆都跟林志玲一樣 可以賣到一兩千塊 很精緻 對啊 賣到一兩千塊 讚 很漂亮 很漂亮 人要藝裝 在哈馬卡也是要裝飾一下 這個是零錢包 很漂亮 零錢包 對 裡面可以裝鑽石 麻辣 可愛耶 超漂亮 這個好難想像 這裡面 摸得出來就是那個 馬蹄格的那個殼 是 真不錯 把它變成 這個我們的 伴手禮 生蠔 這個伴手禮 好 生蠔 吃完的殼 把它做成一些貝殼紋 這個是貝殼紋 一些清潔用品 對 抗美 除菌 除臭 都去除農藥 殘留 真的 它有這麼多的功效 對對 貝殼紋就是要氧化蓋 然後再以貝殼紋為原料的一個基底 把它再導入到美容罩 這個都是用貝殼紋做的 美容罩 沐浴鏡 沐浴爐 等等的相關餐點 這些琳琅滿目的文創商品 用馬蹄格以及文格的殼 所做的小錢包 鑰匙圈 手機吊飾 還有像青蛙造型等等 各種的藕的擺飾品 真的令人愛不失手呢 當然 我也想嘗試一下 DIY這個可愛的小東西 好的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做的DIY就是青蛙 青蛙要利用這一些 這個馬蹄格的殼 去做出招材青蛙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看看 那我相信呢 我一定會做的比你快 我一定會做的比你快 我會做的比你快 我會做的比你快 來請拼 好 我們就先開始做囉 OK 大功告成 超可愛的 欸 桑爵人不知道去哪邊 可是他有留下他的作品耶 這個是 這是桑爵做的 也是很可愛 而且他做的比我快 不知道現在跑去哪裡了 我們就找桑爵吧 走 原來桑爵跑到池邊去自拍 因為啊 聽說這裡呢 是很多網美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喔 哇 在池子當中 竟然還有蕩鞦韆耶 真是太浪漫了 哇 這個風景跟我一樣 臨死角 又在拍照 這有多好拍啊 對啊 這個 欸 你看這個 這個Pose on IG 絕對很多讚 喔 欸 好像真的不錯耶 欸 我跟你說 我們就直接下海啊 讓你拍得更夠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好 我們直接下去 好 我們走 有一句台灣俗言說得好 夢啦 兼西口 其實呢 來到這裡 真的有這種感覺呢 好玩 又可以體驗學知識 同時呢 還有好吃的 一舉數的 很符合這句俚語呢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得要好好的去 大快躲移一番囉 瓦提哥 我們來囉 老闆你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它這個是有分公的跟母要怎麼分辨呢 像這一顆的話 這個是母的 它是黑色的 女生 裡面都是軟啊 這個深色的地方 黑色的地方 你把它稍微把它挑開的話 裡面都是黑色的 都是它的軟啊 軟的地方 都是它的軟 像這一顆的話 大概有一百萬粒蛋 這麼多 一百萬粒 我有數夠 一百萬粒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可以數數看 像這種透明的話 透明的話是公的 像這一顆的話 就是透明的 就是公的 這顆比較明顯 這顆比較明顯 這顆 像這個有沒有 透明的 這個是透明的 都是透明的 原來是這樣 然後像這種比較深色的 其實有 女生 有軟 透明的都是公生 透明的都是男生 是 黃鍋喔 謝謝老闆 不客氣 我就怕你們誤解 有的時候什麼 刷頭不清掉 其實不是 對 這個真的要說明 不然有些人會覺得 這怎麼有黑黑呢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第一隻吃過 對啊 超級無敵 大顆的 我覺得紫森 因為像 萱萱本身是住在 那個 彰化深港 其實深港鄉的那個 蛤蜊 蛤蜊也是算蠻有名的 而且有時候 在家裡吃到那種 就是 有點飽滿 你就會覺得 好幸福喔 然後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大一顆 超誇張 然後它上面這邊啊 都是 鹹金 對 所以桑姐也知道了吧 這個不是蛤蜊 這是鹹 紅樹鹹 OK 好 那我們就 好好地挺床 來慰勞一下我們今天拍攝 美好的口服 美麗的馬蹄歌館 還有這片 老闆 這片是什麼植物啊 這片叫 紅樹林 紅樹林 對 那這邊為什麼會種 這麼多這種植物呢 這個早期是會要營造 馬蹄歌 因為馬蹄歌是 紅樹鹹嘛 會營造 馬蹄歌在外海生長的環境 很近 所以我大概在民國88年的時候 我就從外海 從胚胎 把它引進來 移溫養殖 營造馬蹄歌在外海生長環境 讓我們一般的 學校啦 親班 幼兒園 或家長來體驗 體驗一下 馬蹄歌的生態 順便了解一下 馬蹄歌的養殖構成 也了解一下 馬蹄歌的故鄉 是怎麼樣 是嗎 好厲害喔 所以老闆 你這個紅樹林 你這樣聽起來 就真的是特別營造 村上的環境去嗎 對啊 這20年前 我就有這種思維了 真的很 走在最前面 說實在 走在前面的話很新 對 那現在目前這個池子裡面 有養哪一些的 一些水產呢 現在裡面的話 因為在 一樣嘛 你雖然在外海的環境 跟宜溫養殖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裡面的 魚蝦蟹 一樣要分布的 很新 才有辦法 雖然是體驗水 才有辦法讓馬蹄歌 裡面就是有馬蹄歌 還有文革 才能夠得以這樣 很快樂自在的 生長成長 所以裡面一定要 要有虱目魚 因為有虱目魚 虱目魚還有白蝦 還有螃蟹 這就是等於是說 在這個紅樹林這個生態啊 它是生物多樣性 非常多的生物 是是是 那個循環會是怎麼樣的一個 生物跟生物之間 他們怎麼樣做一個循環啊 對 他們有一個很友善的互動 像我們這個簡單的一個 環境裡面 像紅樹林嘛對不對 裡面早一點來的話 就會有 會有白露絲在這邊覓食 剛剛有看到 對啊 傍晚的時候就有夜露啊 夜露也會出去工作啊 我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有黑白交替 白露絲跟夜露這樣交替 它整個生態的話 就因為有 白露絲跟夜露出去外面覓食 他們一回來 驅襲在紅樹林底下的話 就會有一些排泄物 排泄物掉落到紅樹林底下 就會隨陽光閒光的 就有這種產生綠藻 有了綠藻以後 紅樹林底下的 馬蹄閣啦 文閣啦 還有生蠔啦 他們一樣 會密集那種綠藻 所以整個生態就會很便宜 對啊 好棒喔 它這個過程 老闆你說從八十幾年開始 八十幾年 他這樣子營造其實也需要很多年的累積 所以才會形成一個生態的循環 那當然啦 一個生態的形成的話 不是三兩年就能夠營造出來的 而且是要有 昭曹蟹啦 螃蟹啦 還有 天上飛的啦 白露絲跟夜露 要能夠來侵襲這個地方喔 那要富士相當相當的用心 是是 欸桑舊有跟你說 老闆啊很厲害 曾經得過神農獎喔 哇 對啊 超厲害的 對 主要是因為養這個 紅樹鞋 紅樹鞋 對 所以我就把它成功呼籲了 就是很很神奇的是說 像那個紅樹鞋 它其實原本是野生的對不對 對 台灣的 野生種 它就它在外 就生成這個紅樹林底下 很 很貴氣啦 嗯 貴氣 你只要環境一改變的話 它就會死給你看 喔 所以目前在台灣的是保護 不可以隨便抓 喔 是 是 太厲害了 老闆就養了一個非常糟貴的一個水產 是 對 都很細心的呵護細心的照顧 對 這是一種生態指標啦 也是我們環境 友善環境的一個最高境界 是 老闆 這邊後來變成一個相當熱門的打卡經典 甚至有人來這邊拍溫薩 本來有預料到會變成這樣嗎 我沒有辦法預料到 就因為慢慢慢慢隨著經驗 隨著社會需求 還有整個產業的風向 產業的行程 一般的遊客來會要求我這樣 你要是不改變的話 早期這邊都是漂浪木 環境衛生都不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迎合消費者的需求 才有辦法把這裡營造 讓人家來這邊遊玩 會講說我來這邊拍婚紗 來這邊辦活動 這個中間的過程我自己要努力 要營造 營造這個環境出來 老闆這個地方真的非常舒服 就不只是拍婚紗 辦活動 其實村村來這邊放空也非常適合 對啊 有的來這邊從台北下來 從台中下來 那邊做了一兩個小時 他也不知要幹什麼 反正他做了就很爽 跟大地結合為宜 曾老闆說不少都會區的人們 喜歡在休假的時候來到這裡 靜靜地坐在池邊 或者坐在岸邊的竹筏上 看著水面波光淋淋 頓時感到心情放鬆 內心就悄悄預約了下一次來訪的日子 當然不是一定要來拍婚紗照啦 老闆 這裡明明是馬蹄客主題館 那為什麼外面會有一個碉堡 這個是因為 早期的話 這是民國34年 日本人來建造的 這邊的話 你往西邊看的話 那邊就台灣來起來了 這是我們跟大陸兩岸最近的一個地方 早期的話 我們跟大陸是敵對的 整個敵對的過程的話 這邊整個海岸都是國有地 所以都有碉堡 不過這個是一個指揮部 這個是引領嘉義台南 目前做國僅存的一個碉堡 有地下室的 這很... 對 裡面早期的話 有十幾個班兵 都吃喝拉薩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裡頭 這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 有地下室 這邊是它的通風口 旁邊的話 旁邊的話 有一個基山口 基山口的旁邊的話 有一個入口處 可以順便呼吸一下 八十年前的公雞養 哇... 是喔... 這個民國三十四年前 真的嗎? 他還可以進去嗎? 可以啊... 可以進得去嗎? 他們可以去看一下嗎? 可以啊... 往這邊走一下 這個是早期的地下室 這邊的話有一個樓梯 但是因為經過八十年了 那樓梯都生鏽了 爛掉了 所以... 可以下去啊 可以下去啊 住了大概十一位班兵啊 哦... 那上衛等人是住... 住在裡頭啊? 住在裡頭啊 都延伸到... 隨時待命啊? 當然啊 這邊是一個指揮部啊 這邊... 本來都住了 開會啦 還有一些放武器的地方啊 這個都是... 你可以... 回問一下嗎? 回問一下... 八十年前的那個... 對... 那時候的... 感受了 那老闆把這邊保持得還不錯 哦... 是啊... 我就幫他... 我在跟他結尾馬蒂克的殼 把他連接上他 讓他感覺起來比較可愛一點 哦...對... 比較不會有那麼陰... 讓他那麼陰性的感覺 就是這樣感覺啊 這邊很華麗 然後這一區怎麼會... 好像... 對... 一個座落在古蹟旁的觀光場域 真的很酷耶 不只是觀光 這裡也是雲林的養殖漁業 一個相當重要的據點 沒錯 所以呢... 如果要來認識雲林 來這邊呢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對... 今天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國際小鎮在雲林 International Town in 雲林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next time